讓你甜 讓你醜 讓你老的關鍵是什麼 就是糖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營養師Ricky 從上一集的飲料 我們有談到裡面飲料含了非常非常多的糖 而這一集我們就要來談談什麼是糖 糖呢 其實是非常的有學問的 它往往帶給我們身體能量 但通常都是負能量 所以咯 我們就要來探討為什麼不要喝含糖飲料 因為飲料當中呢 通常加的都是果糖 而什麼叫做果糖呢 果糖呢 其實屬於一種單糖 可以直接的吸收 它存在於我們的水果 飲料 蜂蜜當中 果糖的全名呢 其實叫做高果糖玉米糖漿 它是玉米經過加工轉化而來的 如果是純果糖 它的甜度是一般蔗糖的1.7倍 但是呢 高果糖玉米糖漿是由葡萄糖以及果糖的複合物 所以它的甜度會比較低 它所需要用到的量呢 就不需要這麼的多 店家呢 因此不需要因為它的甜度而更改它的食用量 另外呢 因為蔗糖要煮 怕焦 煮太濃呢 又一層結晶 放冷卻以後呢 又會硬掉 製作起來是相當相當的麻煩 但高果糖漿就不一樣了 它有非常非常好的一個溶解度 而且製作起來很簡單 成本呢 也低 時間呢 又快 所以在飲料店當中是非常的受歡迎 火糖呢 為什麼這麼恐怖 因為它進入人體以後 不需要胰島素的幫忙 就可以直接吸收 轉化 變成脂肪 根據民國100年 農委會所公布的 國人糧食平衡表顯示出 平均每人每年所消耗的糖 高達了24.2公斤 這邊指的糖呢 叫做游離糖 游離糖就是你一般飲料中加的蔗糖 做點心上面加的砂糖啊 這些就叫做游離糖 相當於呢 每人每天從糖內就攝取了260大卡 大約等於呢 13顆的方糖 假設你今天身體健康 飲食正常 我只有一天喝一杯手搖杯的習慣 一整一下來 就會增加整整12公斤的脂肪 有些人會想說 很好啊 我就是瘦啊 我需要吃胖一點 但你要記住啊 我剛剛講的是脂肪 它不是肌肉 對你的身體就只有負擔而已 而且還會增加以下幾種風險 1 增加肥胖風險 大家都想要健康並且體態好的身材 但往往都攝取過多的精緻糖 導致我們熱量爆表 體重增加 腰圍變粗 還有造成肥胖 最討厭這個問題 但肥胖和腰圍變粗是增加我們代謝症候群 以及心血管疾病的一個風險 而代謝症候群呢 就是由一群 造成心血管疾病的危險因子的總稱 它是由五項指標來判定 只要你符合三項以上指標 就可以判定你為代謝症候群 這 增加體脂肪以及脂肪肝的肌菌 我們攝取呢 過多的糖類之後呢 血糖會快速的上升 而一倒數這個時候會過來幫忙 使血糖下降 把我們的血糖轉化為肝糖 或者是肝脂肪來儲存 我們常常會在健身房看到 體脂基因或者是硬巴底 測量我們身體組成 裡面有一個叫做內臟脂肪 當你的內臟脂肪大於5%的時候 你就有脂肪肝 在我們醫學上認為 脂肪肝的病人呢 往往很容易走到肝癌三部區 肝炎 肝硬化 肝癌三 皮膚老化 當我們攝取過多的糖 血液中的糖會讓我們身體的蛋白質 產生糖化反應 而這個糖化中產物呢 就叫做AGE AGE會使我們自由肌的產生 加速我們皮膚的快速老化 葡萄糖呢 一切很重要 但不要為了給你的身體得到葡萄糖 而去吃太多像是砂糖 蔗糖 高果糖 玉米糖漿 這種simple sugar 當我們身體一下子吃到這種simple sugar的時候 血糖會快速喪失 就會快速的叫我們的胰島素出來 胰島素呢 就會把我們的血糖帶到我們的肝臟 脂肪 肌肉去消耗或儲存 但正常的情況來說 我們都是能量過剩的 所以都會把它轉成脂肪 營養師禁語 當我們糖類吃的越多 胰臟的負擔就越大 糖尿病的機會也越大 所以咯 總顧大家一句話 不要再喝含糖飲料啦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想知道更多健康的資訊 記得每週三來營養師Ricky's Time 如果喜歡我的話 記得幫我下面按個喜歡加訂閱 還有小鈴鐺 欸 記得 再幫我留言 掰掰 掰掰 掰掰